HELLO 大家好,我是MINDER 今天要來試玩藝人代言的遊戲 通常有藝人代言的都有點不太妙 好遊戲在玩家圈自己就會發酵了 也不太需要去特別推廣 但可能市場的遊戲真的太多 有些廠商可能為了求脫穎而出 又或者希望營造正面的流量 而不是依靠廉價的垃圾廣告 所以還是會找藝人跟網紅宣傳 但願這不會是個毒吧 倚族騎兵 開發商是中國的廣州北漁網路科技 發行商為軍區遊戲 而他們最大的股東 又或者稱為母公司 則是軍海遊戲 這也是很多大公司的套路了 不是買一段工作室 就是掛名避稅不斷開新公司 最早這款遊戲叫做《倚人部落》 後來把整體的UI模組調整後 又改名叫做《倚族崛起》 並且上架到TAPTAP跟B站 台灣的代理是義亨數位行銷 也是專門引入中國遊戲的跳板之一 這邊列舉旗下陳代言的遊戲 《永魂守護》 《大俠客》 《三國沙名將傳》 《美人煞》 《一劍青星》 《天機物語》 《神魔三國志》 《魔力寶貝放置版》 《靈妖記》 《仙玉M》 《亡者遠征》 《神仙大亂鬥》 《風神異世錄》 《夢三國復刻版》 《獵魔者》 《Demo Hunter》 《亂世神將》 《仙夢如歌》 以及《以除奇兵》 沒代言人的 可能當時也會找大量的網紅做投耳宣傳 又或者背後的金主經費不夠 所以正如我上一部影片所提到的 這些遊戲能賺錢嗎? 當你看完這些以後 你認為呢? 這間代理的經營風格大致為 開局敲鑼打鼓 後面淒慘落魄 反正割完韭菜一波 就放著讓玩家半幸死亡 如果原廠後續有更新 就看情況再廣宣割一波 讓我回到遊戲本身 這遊戲除了初期有一群螞蟻在地裡挖掘拓展以外 其他的玩法就跟螞蟻無關了 你要換成其他昆蟲 貓貓狗狗也無妨 基本上就是完全借鑑的換皮遊戲 結合了芬蘭開發商Supercell 旗下兩款知名遊戲 2012年的部落衝突 2013年的海島騎兵 再外加類似萬國覺醒的英雄養成系統 整合成的SLG加抽卡養成 再套上古羅馬的世界觀 如果你有玩過這三款之一 這熟悉感 滋的一下就上來了 不論美術畫風跟角色例會等 真的是三個願望 一次滿足 根本夢幻聯動 也因為借鑑太過明顯 導致遊戲本身的評價跟熱度 除了靠水軍以外都蠻淒慘的 遊戲中包含了 主線 英雄 建造 塔房 爬塔 工會 戰略系統等元素 但如果你想在這遊戲中 體驗純正的SLG策略玩法 那你可能會失望了 其實玩法上跟策略戰法沒太多關係 整體還是偏重課金的養成 小兵基本上戰略用處不大 遊戲內的教學也很明顯的在指引你 抽取特定英雄可以組成什麼樣的隊伍 不是教你用智力取勝 而是要你用超能力壓制 後期很多玩法比拼 會更凸顯英雄戰比的重要 甚至還有英雄實裝跟變身卡等 課金要素看你是要手充 月卡 常規圖職 這些是一個也不會少給你的 如果你是脈以控 之前也有更相關的遊戲可以玩 例如小小異國 那你沒玩過他所借鑑的幾款遊戲 我推薦你可以去找來玩看看 目前也還有玩家在遊玩 評價也不算太差 結論 三任型必由我施焉 擇其善者而操之 遊戲玩法大部分已經開發的差不多了 各家都有借鑑致敬的部分 這也無可厚非 但是否有創新跟走出自己的另一條路 最終市場會給出答案 而藝人代言也無關對錯 畢竟那是他們的工作 是否認同跟做出選擇的權利 都還是掌握在尼虎的手中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兵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有些比較的 會想說 當然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